禽兽对着小雪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而这次的原因是小雪想要自杀 在被禽兽囚禁虐待了六年以后 他终于受不了了 这天他打开了电桃炉 把卫生纸全部放了上去 抱着必死的决心把头伸进了浓烟里 剧烈的咳嗽马上就打败了他的决心 他跳下床把烟扑灭 等排风扇把烟散尽 他还在房间里喷了空气清新剂 怕的是一会儿禽兽发现一样 但禽兽来送饭的时候 马上闻到了烟味 小雪挤出笑容想蒙混过去 禽兽一下就猜到小雪刚做了什么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禽兽走后 小雪拿起那块番茄放到嘴里 这就是他全部的晚饭 然后他在纸上开始写 18次撞击头部 6次重击腹部 12个耳光等等 每次禽兽打他 他都记得下来 像这样的纸条他已经摆满了好几个盒子 晚上 小雪又被叫到楼上睡觉 这次他问禽兽为什么绑架自己 男人说因为当年看见了他的笑容 那一刻男人心里就下了决定 回去后 男人自己画图设计 自己在地下室挖洞施工 耗时半年专门为小雪打造了这个密室 听到这个真相 小雪很崩溃 他一直以为自己被绑架 只是一个偶然 这时收音机里传出了寻人启示 原来6年来 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小雪 他感觉自己也不能放弃 这天禽兽骗小雪紧下的阀门坏了 只有小雪能爬下去更换 等小雪下去后 禽兽大笑着关上了颈盖 很久 禽兽才把他放了出来 小雪第一次开始了反抗 上去打了禽兽一拳 禽兽准备再次剃光小雪的头发 惩罚他 这次小雪拦住了禽兽的手 禽兽也就没有再坚持 之后 禽兽开始拉着小雪外出 允许他在车里看看外面的事件 每当小雪盯着人群 如果太久的话 禽兽马上就会提醒他 自己一直在看着他 被绑架的2847天 禽兽终于把小雪带到了滑雪场 小雪提出自己想上厕所 谨慎的禽兽先看了一眼 卫生间确认没人 才放心地让小雪进去 没想到隔间里出来一个女生 小雪想利用这次机会 他急切地求助那个女生 让他报警 不巧的是 这女生是外国人 听不懂小雪的话 感觉莫名其妙走了出去 禽兽看到厕所里 出来另一个女孩 他知道小雪肯定会把事情说出去 因为这个 禽兽又把小雪毒打一顿 小雪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妈妈还在外面找他 他不能放弃 黄天不负有心人 小雪终于又等来了机会 在被绑架的第三千零九十五天 禽兽因为缺钱要卖掉车子 他让小雪把车子打扫干净 小雪卖力地给车子除尘 抬头发现大门没有上锁 禽兽忽然出现在小雪身后 好在他并没有发现小雪的异样 这时禽兽的电话响了 吸尘器太吵 他为了接听走到了房子里面 小雪抓住机会 从大门逃了出去 他沿着街道拼命地奔跑 又故意钻进了灌木茂密的小巷 幸运的是 小雪这次终于逃离了魔爪 当禽兽出来 在车上没看到小雪的时候 他知道 这次小雪肯定已经跑远 禽兽害怕法律的制裁 他自己走到了铁路上 迎着驶来的列车躺了下去 第二天 小雪终于和妈妈在警局重逢 妈妈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他以前那个白白胖胖的女儿 两人紧紧地相拥 这一刻小雪等了3096天 足足八年之久 电影到此结束 最可怕的是 本片由真实事件改编 现实中的奥地利女孩 内塔莎逃出生天后 写了这本自传3096 讲述了那段可怕的过去 在地狱班的八年里 他心中从未放弃过 追求自由的希望 希望大家也能汲取到他这种力量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